而现在还有很多朋友问 老年人要不要打疫苗 有基础性疾病的人要不要打疫苗 当然要打 老年人打疫苗至关重要 根据咱们香港的数据 80岁上的老年人如果没有接种疫苗 一针都没有打 感染了新冠病毒以后死亡率是16.48% 如果打了三针疫苗 死亡率降到1.2% 两者的死亡率想差16倍 所以各位朋友你说该不该打疫苗 但是咱们国家80岁上的老年人 打加强症的比例只有40%左右 这个比例太低了 万一出现大规模感染 这些老年人是手脏其冲的 有朋友说 我家里面的老年人从来不出门 天天待在家里要不要打疫苗 最好也打 他待在家里面 难道你不出门吗 万一你感染了 你会传染给他们的 任何一个人 不可能完全跟社会脱节的 他不吃不喝吗 那么有高学压 有糖尿病 有关心病 有肿瘤这些情况 能不能接种疫苗呢 如果是健康状况比较稳定 基础性疾病控制的很好 都是可以打疫苗的 比如说高学压 糖尿病 做了手术做了放疗化疗 慢性的肝病 一般的过敏性的疾病 过敏性病炎 过敏性的哮喘 蜘蛛疹 以及一些自身的免疫性的疾病 这些都不是接种疫苗的 近期症 但是如果你的基础疾病控制的不稳定 可能需要暂缓接种 比如说 你现在正处于急性感染期 正在发烧 或者是慢性疾病的急性发作期 比如说你关心病 现在心肯发作了 自身免疫性的疾病 现在处于进展期 癫痫正在发作 血压血糖 控制的不好 出现了脑出血 糖尿病 酮症酸中毒等等 并发症 那么这些朋友 可以暂缓接种 等你的基础性疾病 控制好了再接种 还有一些朋友 是不能接种新冠疫苗的 比如说他因为 以前接种疫苗 发生了严重的过敏的反应 比如说出现了急性的过敏 休克 喉头水中等等 那么这些人群 是不建议接种疫苗的 那么老年人 接种疫苗 副作用大吗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 老年人接种疫苗的 发生副作用的概率 整体差异比年轻人还低 最常见的副作用是出现 急性的硬结 红肿 轻微的发烧等不适 那么老年人的话呢 优先选择 接种灭活疫苗 它的副作用会更轻一些 大家不必过分担心 副作用灭活疫苗 它就是死的病毒 如果你的身体状况 如此之差 连这个死的病毒 代表你的副作用 你都不能接受的话 那么活病毒 真正的新冠病毒 感染到你的身体 那会多么的严重啊 所以各位朋友 不必过去恐慌 老年患者 尤其是八十岁上的老年人 以及有技术性疾病的 免疫力低下的人群 你们如果不打疫苗 感染了新冠病毒以后 更容易发展成为重症 有可能危及你们的生命 对于这些高危人群 更应该接种疫苗 好的 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重要的支持 转发给身边的朋友 让那些老年朋友们 尽量去接种疫苗 关注我 关注排队登生 每天节目一点点